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忽然之間戰狼上身 狂咀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台灣外交部 可惜譚德塞本人的水平相當有限 後來反租特朗普 台灣外交部長吳超洩 和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技術性擊倒 在較早前 特朗普批評 世衛收取了大筆美國捐款 但凡事以中國為中心 而且又作出了連環的錯誤決定和建議 故此世衛需要 為全球大流行負責 而且特朗普還威脅 隨時會為世衛關上水喉 當然譚德塞不甘示弱 他促請特朗普在防控工作上 應該拿出正直誠懇的領導 不要將疫情政治化 不應該利用疫情贏取政治分數 否則恐怕需要更多的撕袋 而且他又強烈要求 各國政黨 應該將焦點放在挽救生命之上 假如疫情在全球層面出現裂縫 就代表會被病毒擊敗 特朗普聽到譚德塞這番偉論 當然又扯火 繼續強烈地駁斥他 完全將譚德塞KO 首先特朗普又將捐款來說 原來特朗普大爆 在去年 美國對於世衛的捐款 達到4億5千2百萬美元 而中國的捐款 只是有4千2百萬美元 即是十分之一都不到 世衛錢就懂得收 但是凡事都按照中國的方法來做 對美國和全世界都不公平 譚德塞這種做法 才是政治化 特朗普就巧妙地 將政治化的指控 完美KO了 實情哪些人最喜歡指控其他人政治化的 就是中共的幹部 香港的建制派都很喜歡撿口水尾 還有有理無理都指控其他人 將問題政治化 想不到 譚德塞連這些政治套語都學到十足 接著特朗普又開始翻舊了 譚德塞 現在以中國為中心 經常強調情況會改善 沒有出現人傳人的情況 而且還要求美國不要對中國實施入境管制措施 幸好特朗普在很早的階段就已經沒有聽到你譚德塞的腦點 否則目前美國的情況 豈不是嚴峻上百倍也有知 你譚德塞當時是為中國服務還是為世界服務 會費就懂得向全世界各國來收取 但是你真的做任何事 都是為了擦中國鞋 你甚麼都為中國來處處著想 故此如果有朝一日 美國真的要對世衛關上水喉 然後跟其他歐洲的先進文明國家另起勞造 你譚德塞就真是怨不得人 到時候你真是要去中國的地方 慢慢掠錢才行 譚德塞當然就不只是批評特朗普那麼簡單 他還故意拖台灣的外交部落水 自從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上任以來 台灣就長期排他在世衛的框架以外 因為連世衛的觀察員都做不到 但是台灣就沒有自暴自欺 他們就選擇自行和其他國家展開合作 不管是醫療合作或者衛生方面的合作 最近他們甚至乎跟捷克 達成了一個防控的聯合聲明 正如特朗普所說 譚德塞做任何事都是以中國為中心 故此他見到台灣搞醫療外交口罩外交 成功 當然是不抵得 當然是眼紅 當然是要批評他 於是借機就把台灣拖落水 他在記者會上說到 針對他本人的人身攻擊 其實已經持續了超過兩三個月 包括粗言畏語和涉及種族歧視的言論 他是懶豁達地說 如果純粹針對他本人的話 就算是一些恐嚇他也懶得理 但是在這三個月以來 這些攻擊 主要都是來自台灣 而台灣包括他的外交部都知道這種行動 但是他們竟然沒有劃清界線 甚至在這些侮辱和誹謗接種而來的時候 開始加入批評我本人 但是我一點都不在乎 只不過 這些攻擊就開始慢慢過火了 令到那些有色人種都感受到那種侮辱 那我就真是忍夠了 沒有辦法再去容忍 他說這些說話 其實就故意將焦點模糊化了 他就不說世衛組織本身在全球大流行當中有什麼責任 反而就借機轉移視線 毀過於人 就把這個問題拉扯到種族歧視上 想側台灣吃這隻死貓 台灣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 對不對 今天早上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吳超薛 就發表了一個強硬的聲明 駁斥譚德塞 這篇聲明就說到了 對譚德塞的言論 表示強烈的遺憾 提出最嚴正的抗議 要求他立即更正這些毫無依據的指控 立即澄清和道歉 事實上就是無中生有 你說台灣作出這些言論 你也要拿出證據來 不是說你說就是 你譚德塞本人現在還有多少誠信可言 是不是 好了 這篇外交部的聲明就繼續說了 說台灣當局絕無鼓勵民眾 對世衛組織總幹事進行任何人身攻擊 更加是不可能發表任何種族歧視的言論 譚德塞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 無端對台灣作出不實的指控 不僅與事實不相符 亦對台灣和民眾造成了嚴重傷害 你身為世衛組織的最高負責人 本應廣立各方的參與 但譚德塞不僅將台灣 排除在世衛框架以外 甚至乎未經查證就對台灣抹黑造謠 台灣外交部呼籲他要放下政治偏見 回歸中立和專業的立場 這件事當然是又KO了譚德塞 你指控人家的時候 也要提出一些確實的證據 你既然知道 網軍經常說是由台灣來的 OK 你提出證據 你又沒有 一美念口謊 你就很令人懷疑 到底你是不是真的做任何事 都真是以中國為核心 說得出就說 好了 到了下午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就發功了 他真是厲害 那種態度 鬆容不逼 雖然他也提出了一個強烈的抗議 但他這種強烈抗議 就不像中國外交部那種撥腐罵街 他在Facebook上發表了一個貼文 他怎麼說呢 對於今天台灣被指控 在國際社會上發動種族歧視攻擊的言論 我要表達強烈的抗議 台灣向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 我們長年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 我們被誰都知道被歧視和孤立是什麼滋味 藉著今天這個機會 我想邀請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訪問台灣 感受一下台灣人民 如何努力地在遭受到歧視和孤立之中 堅持走向世界 貢獻國際社會 你說這些不是說得拍案叫絕 真是窄地有聲 雖然被譚德塞尼老屈 但仍然保持得到神態自弱 崇容不逼 行民大方得體 具有大國的風範 這些才為之中文的文書 你看看對岸的外交部 一隻二隻好像戰狼上身 動作就拿起臉 強烈譴責 什麼什麼 撥腐罵街 那些完全是比下去 要學習的話 就應該學習蔡英文的功涵 沒得撐 蔡英文其實也是反客為主 譚德塞喜歡說這個什麼歧視 現在台灣就以自身的經驗告訴你 他們在國際社會國際舞台上 就是遭受到長年的歧視 這種歧視就是客觀而真實的存在 比如說中國怎樣叫台灣的長腳 使得中華民國現在只剩下15個邦交國 而且中華民國本身 又不能以這個國號來參加各種世界組織 一定要委曲求全 連參加奧運會都是以中華台北的名義 就算台灣的選手拿到金牌 但是他升的旗也不是清天白日滿地紅旗 而是台灣奧委會的會旗 所奏的歌曲又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歌 而是台灣奧委會的會歌 你說是不是客觀而真實的存在 反之你譚德塞 開口埋口就說那些網軍來自台灣 一會又說人家對你怎樣作出什麼言論 到底你有沒有證據 還是純粹是信口開河 你譚德塞的政治水平相當有限 無厘頭就去開拖 罵完特朗普又罵台灣 結果就遭到技術性擊倒 三年KO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